本身生活已经很幽默了 我曾经说过 因为我的书的话 有近30种外文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的话 都有人跟我说 你可能是中国最幽默的人 我说错了 关键你没去过我们村 在我们村我是最不幽默的人 一日三秋的话 世上有许多笑话 它是注定要流着泪 听完人间多少事 两三笑话中